陈小春老婆和郑一见老婆近照,同是古惑宰老婆,婚后生活天差得别。 上个世纪末,一部热血动作电影《古惑宰》横空出世,片中的男儿兼热血的兄弟情谊,在上映后就立即引起了不少年轻人追捧,跟风模仿风靡一时,郑一剑,陈小春,谢天华,钱佳月也成为一代人心中永远古惑宰的形象。 如今也是混在一起疼爱老婆的老男孩而已了。 当年看《古惑宰》的时候,霸气的山鸡哥和浩南哥是无数女生理想的恋爱对象,也就是陈小春和郑一见。 特别是陈小春把山鸡哥形象都发挥到极致,依时间舆论把他和电影中的小混混画上等号。 在他们眼中能不废话就别废话,没有拳头解决不了的问题。 也这是中大哥风范迷主万千少女的心。 其实你很难想象,二十年前的陈小春是什么样子的,就是一个桀骜不逊的浪子,陈小春初中时期就辍学,跟着建筑队在工地打工。 因为偶然的机会,他去应聘舞蹈演员,因为动作灵活加上长相带着脾气,他被成功录取了,那时候经常和别人发生冲突。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他,在遇到英才儿的时候,变成了有礼貌的好好先生。 现在的他不会随意发脾气,也更加不喜欢外面花花的世界,对彩儿都市服软的份,暗沉笑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是我的女朋友。 他很野蛮,对我说话很大声,会很直接地要求我,可我就是被他吃得死死的。 觉得他在自己的身边,会很开心,想要大声笑出来。 这不就是爱情的样子吗?当年的赤渣风云山的鸡鸽如今成了别人家的老公,和英才儿结婚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老婆奴。 近年,夫妻二人特别是英才儿频频在各大卫视参加各种综艺节目,现实中的陈小春原来是这么怕老婆的,不过也是爱老婆的表现,英才儿对陈小春的爱是一样的。 众所周知的,英才儿对丈夫陈小春,就是永远忠实的粉丝,永远长不大的花痴脸,在陈小春岁月友情演唱会震撼上演,有一种爱情叫陈小春英才儿,彩儿演唱会现问陈小春,他在闹他在笑也可以看到两个人眼中的爱意浓浓。 陈小春英才儿,陈小春英才儿还生了一个儿子,去年,陈小春带着儿子Jasper参加爸爸去哪儿后,更是掀起了一阵狂潮。 虽然刚开始一项陈小春是岩父的形象,但还是被儿子的可爱善良感动,英汉形象的山鸡哥,竟在节目中哭了,采访时还说,是他教会我成长,是我们陈家的小天使。 看来山鸡哥成了一个好父亲。 如今陈小春饰演爱情可谓是双收,近日,陈小春晒出一张照片。 陈小春和彩儿都亲着儿子,34岁的彩儿还是活活的爱妈形象,儿子陈皮也非常的调皮,一家三口十分温馨。 作为古货仔里面的老大郑一剑,娶了娱乐圈的大美女蒙家慧,蒙家慧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。 一步伐正先锋让多少观众记住这个正直,勇敢,有情有义的Madam。 作为前TVB的花旦,蒙家慧不仅仅漂亮,整体气质也是绝佳,干脸又不失优雅,非常惹人喜爱。 与郑一剑两个人也算是狼才女貌,郑一剑和蒙家慧认识于羽毛求偿,两人都是经历坎坷的人。 2013年,45岁一面郑一剑终于兑现承诺,迎娶40岁的蒙家慧。 蒙家慧在婚礼上哭到泪崩,最后惹得一面也跟着哭。 现年50岁的郑一剑与蒙家慧自同居到结婚已有12年了,也是至今无子。 交往7年,结婚4年,携手走过超过10年,向往自由的两人不想要孩子,但没有孩子一点也不影响两人的恩爱。 如今44岁,蒙家慧发福变大饼脸,舞舞身材出席活动显魁,越来越像老公正一剑,不过气色很好,用正一剑的话说,无论胖瘦我都喜欢,看样子婚姻幸福才能心宽体盘。 古惑仔也是性情中人,祝愿这对天王夫妇可以一直地幸福下去。